好的,大家好 今天是阿甸24年1月19号 刚吃完饭回来,吃的披萨有点渴 没关系 今天想给大家录视频 或者是想给自己 主要是想记录一点东西 因为我现在躺在慕尼黑酒店的床上 房间稍微有点冷 我刚调一下空调调到26度 应该会好一些 想记录的是这个 现在是19号 昨天是18号 昨天这时候我可能在买正装 想记录的是我在维也纳 这个舞会的一些感受吧 2024年1月18号是维也纳 The 81st Vienna Viharmonic Ball 就是说维也纳交响 或者维也纳哀乐的 这个舞会 然后他是在维也纳拉金色大厅去办的 金色大厅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哇 尤其昨天的装扮真的是非常隆重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坑的地方 就是他的dress code非常的严 我在官网上看到的是男士要穿这个 要穿这个tail 燕尾服 然后女士是极地的长裙 但是我一开始对tail没有什么了解吧 我以为就是那种 礼服或者是什么 我其实是按black tie的标准去穿的 但是去了之后我绕了一圈 我绕到一个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但后来知道那是演之源源入口 那个进去 我其实是想去取票的 演之源源入口那个人跟我说 你穿的不对 你这样进不去 你得去 那个再去搞一下行动 他告诉我一个地方叫frack & co frack & co 正装店 当时可能是晚上八点 他说还开门 让我赶紧去 我就去了 但是 那里面确实非常专业 我早知道就不在中国买那身衣服了 应该到维也拿来 那个老板非常会做生意 非常热情 然后他说我可以给你打扮一下 确实好看 我从来没有穿过那么 怎么说呢 华丽的衣服或者说正经的衣服 那是white tie的标准 white tie是白领节礼服 是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标准最高的礼服了吧 比如说像奥巴马参加罗马教皇登基 就是white tie的标准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 他就专门找过一些视频 看他们dresscode 有的人其实是穿着black tie去的 也有穿white tie去的 主要是那些 就是入场 开幕式 可以理解为开幕式那些演制人员 一定是white tie 但是宾客是有black tie的 不过可能维也拿金子大厅 这个舞会要求非常的严 他一定要求white tie 算了价格就不说了 确实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等我到了门口 其实还没到入场时间 他十点开始九点入场 我在门口就已经开始寻找舞吧 因为我说一个人去的 看到两个女生 她们也在门口等着 那天其实下小雨 然后在屋檐下 前面有一个穿着非常 艳丽的粉色蓬蓬的长裙的女士走过来 我跟那两个女生说 穿这么长的裙子是必须的吗 她们跟我说 是的 这个dresscode就是这样的 然后跟她们聊起来 那两个女生都是维也拿当地人 她们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三点舞会来着 然后聊起来之后 我说我可以猜猜你们专业吗 她们也是学生 一看就是这个感觉 一个女生是学pharmacy要学的 另一个女生是photography 我觉得photography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我还给她看我在希腊拍的一些照片 和我的想法 那可惜后来进场的时候 因为我的票是要到现场取 他们已经有舞会的入场券了 于是就分开了 我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带我去取的票 那个信封上还写着我的名字 非常特别和精致 我进去之后应该要存下衣服 因为我那天手上好几点东西 我的冲锋衣 其实那身衣服应该搭一个那种长的风衣去比较好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那个反正不是为什么 是我没有那样的衣服 我就穿着我的冲锋衣去了 非常不伦不类 手上有一件冲锋衣 还有原来那套西装 还有就是我身上还有个鞋块包 不是鞋块包 手机袋吧 像里面装了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有我要给我找到伍伴送的小礼物 少了这么几件 我开始在排队处排队 因为金子大厅人非常多那天晚上 存衣处都是非常多人的 等我好不容易排到了 他们是cash only 就是只收现金 我手上正好没现金 然后我问他们能不能用信用卡 他说旁边的一个存衣处可以 但我又看旁边又有长得我想排了 于是我开始四处寻觅 我觉得能来这儿的人应该不会拿我东西吧 之后我找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花盆就在门后面 那个门是常开的 那个门和花盆之间 那个角落吧 是有空的 我把我的衣服 包还有西装全部塞在那个花盆后面了 我还把我包里的各种卡全掏出来了 做好了 即使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也能 我也能旅行不受影响的这个大算了 但不过最后也没丢 而且我还节省了7.5欧元的存包费 最后取包还不需要排队 这样我就进入了会场 其实会场 他们开幕式里面是有 是有包厢 你说提前订桌子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提前订桌子 于是我就只能挤着看 我其实走到一个门口 是门门口一个工作人员 在从门那个 那个猫眼上在看里面 我说这里面能看见啥 他说 你可以看一看 我看了看 我说看不见啥 我就跟他说 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进去看 然后他就真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看了 于是我就是在 在哪 就是金子大天 它这个长方形 我在短边的那边 就是可以说是加编席那块 看着那个 他一开始有开幕式 开幕式这个词太俗了 这叫开幕式 我想不到好词了 opening ceremony 就是开幕式 开幕式就是会有排练好的一些舞蹈人员吧 男的女的就是很多吧 可能有三列 走进来把整个看了 金子大天大概站满 宾客在上面看 我在宾客的侧面看 那确实挺挤的 后来我挤了挤 不是我挤的挤 我其实不愿意往前挤 因为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谦让 尤其会让一些 个子不高的女性先站到前面 但后来有一个老头 挤得真厉害 老被他挡 我很生气 后来我也往前蹭了蹭 也找到了比较好的位置 还录了一些小视频 但是视频其实不是不能一直录 因为不是版权问题 主要是 后续也有版权问题 但主要是你一直抬手机录视频 会对后面人实际上造成一些影响 也许我只录了一两个小段吧 开场肯定是维也拿爱乐 还有那个指挥Philip去指挥的 我可能不太记得音乐好不好听 但反正那个场面还是非常非常漂亮 金子大天太华丽了 我当时就想 我之后可能真的会在这结婚 whatever 后来 后来就是开幕式那些真的 练过的人结束之后 就可以所有人都开始下场跳 我开始在舞室的寻找舞伴 看到一个 我想说一下着装吧 就是 男士是 Tuxedo 燕尾服 但是Tuxedo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 而且它很厚 有点热 但是女士极力长群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他们穿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其实一开始我第一股班是一个迈亚密人 美国的 他在 他说他本科是伦敦正经学院的 后来又到维也拿大学去读硕士 但我觉得他的气质是那种 就是跟我不是很mesh那种气质 然后跳了两曲之后 他说他要去上厕所 问我厕所在哪 我说我去过在里面 我可以带你去 他说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然后觉得他肯定是不要跟我跳的 然后 我说行吧 那不跳了 后来我又去找 又去找舞伴 就又在 舞区周边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人在站着 或者有很多女生 他也没在站着去 其实是在看或者等待别人邀请 我看到一个蓝裙子的女生 他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说可不可以邀请你跳支舞 他说可以呀 然后我们又开始聊 他说 我说你是带生吗 他说是 他忘了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我说你学啥 他说 他是学CS的 我说我们是同行 我也是学CS 他说你是搞啥 我说我之前是搞这个心理检索的 包括推薦系统和缩减缩减钱 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我说 你们是搞 对他是本科生 所以说我没有继续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是搞啥 没问这个 后来他问我名字叫什么 我说你可以叫我AIDA AIDA 我说这是维尔滴的歌剧 然后里面女主也叫AIDA 我很喜欢这个歌剧 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然后 我还问说你 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说 AIDA 应该是我还记得是AIDA 我还特地聊到去 那边是AIDA 他说是一个芬兰名字 我说我还没有去过芬兰 后来我又聊起来 这是我在欧洲的旅游 我说我要去来玩两个月 他说你去过哪 我说 我在穆尼海落地 去了德国 那柏林 柏林 穆尼海 还有威纳 然后还有米兰 瑞士 希腊 大概这些地方 他说你 你这个 在澳地利看过 阿尔卑斯山吗 我说没有 我是从这个 水泽兰的 从苏丽士 飞到 飞到哪 飞到米兰 好像是吧 然后就去那道航班上 在飞机上看了 他说 他好像说 那边的商业很好看 他也很喜欢瑞士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说 然后我问 我说那芬兰有啥好看 他说 芬兰的湖特别好看 这时候 不是我灵机一动 是我真的看到 他的蓝眼睛特别漂亮 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我说 你的眼睛 一定就像芬兰的湖水 一样美丽 然后他这个 笑得非常开心 然后又提到什么 他说 他觉得他的眼睛像 像这个冰的颜色 爱死 我说 那我觉得 我觉得不呀 你本人这么的温暖 然后他又开始笑 我的天 他真的 他笑起来特别好看 然后他的眼睛也特别漂亮 我的天 真的是 然后后来 后来他其实我是从他的朋友身边把他邀请过来的 他朋友可能什么 然后很大方的让他去了 然后 他真的很美很美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会跳 我是压根不会跳 我又开始从他进了大厅门口 等开门我才开始学 但他真的很漂亮 然后 然后我们最后又跳了一小段吧 实际上 他是把手 大概是摟到我的脖子上 直接举起来 然后我会把双手 环维住他的腰部 哇 然后我可以一直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真的太漂亮了 我的天 然后我还特意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一直看着你的眼睛 他说可以 然后他笑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着他 哇 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说他真的去找他的同学了 我说 然后我拉着他手 我说能见到你 真是特别开心 然后我说我可以吻一下你的手吗 他说可以啊 哇 他真的好美好美啊 然后他去找他同学了 接下来就是 然后又开始在场里转 然后我就不想跟别人跳了 真的是不想跟别人跳 我只想再见到他一次 我其实又见到他一次 只不过是大概一分钟之后 还是在我俩碰见的地方 他说他在找他朋友 他朋友跑 我说 如果你朋友跑了之后 我可以再回来找你 但我真的 我其实那天我可能在10点开场 我可能在12点之前都没有再跟别人跳过 就是我一直在场里找他 但一直找不到他 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再遇见他 就是我其实等到最后5点钟 我一直在在看 就是他他有没有再 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真的好想再见到他 后来在0点的时候 其实0点是有活动的 我当时不知道 我说算了 那总得拉个人跳吧 随便邀请了一位 那那位也是 那是维也纳人 那女生的裙子是绿色的 不能这样描述的太粗糙了 但反正反正是beyond my words 也是非常漂亮的裙子 它是拖地裙子 拖的不多 但是足够在舞池里被踩了 被踩得非常踩 我有时候还会踩 而且很滑那裙子 他其实不太会跳 我说他们这个 那个跳舞的人在喊什么呀 他说是德语 但是他这个声响太差 他听不懂 虽然说他是维也纳人 但他好像对于舞池 没有很多经验 然后尤其是 可能我俩配合的不是很好 那个裙子也老爱事 然后这个跳的不是很开心 但本来那个场面 还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后来又邀请了一个 中国姑娘 她是西北工业大学 已经留校的一个女生 谈到一些在学校里的事情 后来还和 还和几个女生跳过 应该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维也纳人 那个 还有一个维也纳女生 那是一个大二的女生 学生还都不记得了 她跟我说大二 我天 一看就是非常聪明和激进的那种类型 就是非常聪明 我说你会跳舞吗 她说当然会了 我邀请她原因 是我听到那个 C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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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曲子是Ross and Rachel 在 就是在 在 Rachel的 前夫的婚礼上 唱 跳的那个曲子 《老友记》里面的一个 我说你知道这曲吗 她说 她当然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她说 你会跳 我说我不会 她说 那咋办 她是真的很会 她教了我华尔兹三拍怎么跳 她说 你应该先 右脚 左脚 手 左脚 后退 右脚 然后再左脚 就回来 哇 她真的很专业 然后 她穿的也非常漂亮 那个露背装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他们可能不太介意 就是你的手在他们后背 腰部是在有衣服的地方 还是没衣服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时候露背露得非常大 你们没有办法把手放到有衣服的地方上 就很尴尬 然后 但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介意 其实最后我觉得她抬了一下手是想 然后我吻她手 但是我没有气 因为我觉得她有点高 没有那么吸引我 虽然说她也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美 然后非常可爱 后来 后来还和几个人跳了 最后结尾的时候 有个曲子叫The Last World 然后我就很想邀请身边一个女生跳 其实那女生我之前就见过她 我觉得她非常漂亮 我直接邀请她是 后来她说她是中东人 我说你是哪人 她说你猜 我猜办 我说印度人 她说不是 她说是中东人 我说中东好多国家呢 她说黎巴嫩的 哇黎巴嫩离以色列这么近 然后以色列每天来打击黎巴嫩珍珠党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她说她在阿姆斯特丹生活 在那边上学 她真的非常漂亮 我的天呀 那个裙子是silk裁制的 可能是丝绸裁制的 非常光滑 然后我不太好 不太会描述那种裙子的样式 反正不是抹胸裙 它是两边掉下来 然后大概这种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对女装没什么了解 但是非常非常好感 她的眼睛特别大 非常非常漂亮 特别特别好 我还说教我跳舞那维远大人 我说你的眼睫毛上是不是涂了一些化妆品 让你的节眸变得非常长和漂亮 她说没有呀 我说那可能你是天生励志 我还跟芬兰的女孩 我说我还谈起了珠宝 我说施华乐旗 他们家店我老去 我觉得价格还行 也很好看 我说然后蒂芬尼我也去过 但是那边价格太高了 他说他没逛过这种店 他觉得价格都挺高 我说那是因为你的眼睛已经足够漂亮 是世界上最好的 已经用了世界上最好的珠宝 然后他笑的画质乱穿 我真的很喜欢和他说话 这不是为了逗他而逗他 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美很美 就很吸引我 但可惜真的没有再见到他 他真的很漂亮 最后的时候其实 中间还有一个在两点左右 有一个可能戴着口罩 全场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戴口罩 戴着口罩 我觉得得有五六十的 不知道怎么形容 女士吧 五六十位的女士 然后他直接邀请我说 你想不想打玩 我说可以 然后那个其实他们零点 就是他告诉我开场有特别的 零点是一个 两点是一个 两点那个跟零点那个一样 大概就是大家战成一排 就是战成好几排 可以挑的是 Deflatimus的那个序曲 蝙蝠序曲 有一段是真的可以挑 他们可能有些规则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对面还有一个partner一对 那我们找的对面 他找的对面那对 也是一个老夫老妻 我觉得真的是 年纪大的人 他们可能会更包容一点 就是 那一对 尤其那个阿姨 她用各种眼神暗示 手势暗示 只是我 这个该往哪走 连拉带拽 连看带指 这个让我知道了 这个 Deflatimus这个曲子 该往哪走 虽然说还是走错了好几回 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很生气 他们可能还很包容的 就是也是希望我能 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包容 就是可能年纪大了就会 脾气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 然后我还特地在这个结束之后感谢那位女士 我说谢谢你邀请来我来来找我敲这个 我谢谢你教我自己不然我啥都不会 然后她就很开心的笑了 虽然说她的口罩我看不太听 所以她的面貌 但后来我又见到她 我在刷Instagram的时候 我看到Hillary Hahn 就是那个 小激情家 我突然觉得那个人 我突然觉得那个阿姨很 不是阿姨 那个女士很眼熟 我就跟她说 你长得特别像这个小激情家 我给她看了照片 她也笑了 最后最后的最后啊 还是Fill Harmony 交响乐团演奏的曲子 所以我摘了一朵小花 本来打了回去带给一同学的 但是又有一个 大概我觉得那位 那位女士可能年纪更大 也估计60左右了 也是直接邀请我 说你想不想跳最后一次 我说当然可以了 其实我从来不会拒绝 别人邀请我 哪怕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 年龄小的女生可能比较高 一直在等别人邀请 但是可能年龄大的女士 会更主动去邀请别人 我跟她说我可能不太会跳 她说没关系 你跟着音乐走就可以 我其实把她搂得很近啊 离我很近 就是大家跳舞一般会有些保持距离感 就是不太熟悉 或者不太 match可能就不会拉得特别近 但是我感觉就是跟她靠得很近 是一件特别轻松愉悦的事情 然后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很很热乎 然后她还给我讲她的故事 比如说她也很喜欢跳舞 然后她之前 就是她已故的丈夫 可能就是在维也纳爱约工作的 然后她所以说她很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些她的故事 我刚记得记得不太记得进来的 我只是印象力非常深 就是我的天 她也真的很美丽 她的眼 她虽然她脸上皱纹多了一些 但是她的眼睛是绿色的 非常非常漂亮 笑起来很好看 然后体温也很暖和 我的天呀 就是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我在舞会上有两次动行 第一次是芬兰那个女孩 第二次就是在最后结尾 跟这个可能60岁左右大一女士 我从来没有对比我年龄大这么多的女士 有个这种感觉 就是她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那个芬兰女孩 她是23岁 我的天 我说你可能看着不像 你只是像20岁上下 没有到23岁 她真的很漂亮 那个女士也非常有 非常非常有魅力 而且越得加眼泪去 我还有心跟她多跳一起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说我可不可以拥抱一下你 她说可以呀 抱着抱她 她其实很瘦很瘦 然后最后我也吻了她的手 我一共就吻过两次手 在舞会上 那位最后那位女士也非常非常漂亮 我的天 然后我还看到一些可能年龄更大的男士和女士 他们也在跳 跳得非常好 我觉得等我以后 也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跟我跳舞的 自己也得学会 其实在维南舞会上 不仅就是不仅是交响乐团 还有一些 嗯 还有一些 就是右边是 Fihar Moni 然后左边是 我不知道那个可能是什么band 就是更 更民间 不能民间吧 Jazz 或者是摇滚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其实整个今年大厅 就是 二楼 或者是一楼 它是比较正经的 但是地下是非常热闹的 它有很多 小阁件 其他活动 比如说有这个Piano Bar 我在 就开场结束 我想清静一下 就去 就路过就要看到Piano Bar 里面有一个弹钢琴 自弹自唱的一个老爷爷 非常非常安静 那会人很少 那个老爷爷可能唱了一晚上 等到快结束 我又去Piano Bar 他还在里面 那个Piano Bar里面 还挂一些钢琴家的照片 比如说有王宇佳 也有朗朗 还有些其他国外的钢琴家 其他的话 印象很深的 包括里面有个 蹦迪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想到 金子大厅能蹦迪 哇 大家穿着最 最正式豪华的衣服 在蹦迪 那个 那个场景 真的非常漂亮 我来想蹦了好长时间 因为他可能 那个空气中有荧光粉 他那个灯光打上去之后 白色牙 包括 你的指甲 以及你的 白色衬衫的袖子 领子 都是发荧光 非常非常漂亮 我跟一个女生 跳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他真的很会跳 后来是我说 我实在蹦不动了 你接着跳 你跳就觉得很好 后来再往 再往出还有一些 有阿卡贝拉的地方 那是一个纯男生的阿卡贝拉 也非常好听 后来还有一个 我感觉像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这样的一些组合 有一个大厅在 在有这个 还有一些拍照的 还有 反正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 最后结束 其实最后剩下人也很多 虽然说没有开场人那么多 但是最后人也很多 离开的时候还有这个礼物 是 微信他爱乐给的礼物 就是 男士是一瓶 饮料还是酒 我没细看 还现在还在我行李箱里 没打开 女士应该是一套杯子 嗯 我也具体不知道 我不知道女士什么 看起来好像是 还有什么印象 总之我觉得昨天晚上就像一场 真的是非常 梦幻的这个场景 金色大厅太漂亮了 太漂亮太漂亮 尤其他们布置的非常豪华 里面人的dress code也非常严 所以说穿的也非常好看 整个场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我觉得 如果之后再来 就是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的 就是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 跳舞学的好一点再来 其他就没什么了吧 或许之后下次可以女装了 因为穿男装的燕尾服 有点难受 女装他的选择会更丰富一点 你看吧 确实我看到有个女生 穿的是燕尾服来 穿着男装的打扮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但我没看到有男的穿的裙子来 没准之后我可以做事 别的就没啥了 我还跟这个乐队的指挥 还有一些乐手都聊了一下 然后跟指挥合了影 我还说你可以可以帮我拍个照 我拿指挥棒 他犹豫了一下 还然后给我拍了 我在指挥被人拿爱愿 后面那个小提琴酒还挺配合的 把小提琴架去了 真有意思的 那反正 真的是很梦幻很梦幻的体验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过 这个场合会这么这么的漂亮 我觉得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昨天可能从晚上十点 我从六点就出门了 然后早上可能 大概六点才回去 整个熬了一个通宵 从六点睡到七点 然后七点多收拾收拾东西 就从慕尼黑出发 坐火车到 不对 从慕尼黑出发 坐火车到慕尼黑吧 火车睡了一觉 然后到九点又接着睡 今晚的音乐会就不去了 然后打算在这 在消化一下 这个疲惫 消化一下情绪吧 维也纳的舞会真的太漂亮了 之前看一个介绍说 维也纳一年可能有四百多场舞会 平均每天比一场还要多 所以说他们 可能喜欢跳的是真的会跳 我也希望自己会去能之后学会这些东西 边边起舞是非常好的 我跟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女士跳舞的 我都跟她们说 我觉得跳舞能让你们变得年轻 夸他们年轻 他们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我昨天在想 他们可能是把我 会不会在跟我跳的时候 把我当做他们年轻时候初恋情人 我觉得没关系 我不介意 如果能给他们带来这样的快乐 也是很开心的 维也纳金的大厅 我还给一个同学拍照 我说 她的女厕所比男厕所多 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 剧院女厕所排队太长了 尤其中场的时候 女生排队上不了厕所的这个情况 维也纳金的大厅 零层没厕所 副一层只有女厕所 副二层才有男厕和女厕 可能这个设计 相对考虑过一点 这个事情 好像没有别的要说了 昨天的场景真的太漂亮了 我希望之后能在这结婚 好了不说了 再见